在除事業的時候 苗栗造橋的反昆芸自救會成員 沒有回家去圍爐 而是在昆芸公司的門口 吃年夜飯 雖然說昆芸在上個月的二十八號 並沒有通過試運轉 但依法還是可以申請展研的 自救會也說明了 預估需要堅守到九月 同意設置文件依法失效 而且不會退讓 桌上擺著滿滿的菜餚 看起來好豐盛 不過場景卻是在簡單的帳篷 雖然三十一號是除夕夜 苗栗反昆芸自救會的成員 還是沒有回家團聚 而是在昆芸公司的門口圍爐 自救會成員說 雖然天氣越晚越冷 但堅守家園可是一點也不能放鬆 而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二年 在昆芸公司前過除夕 雖然辛苦 但就是為了守住家園 上個月二十八號就是昆芸的試運轉期限 而昆芸因為進場量未達計畫數量 目前試運轉無法通過 環保署也發函給苗栗縣府 要求釐清爭議 自救會表示 雖然第一關是守下來了 但是依法 昆芸還是可以申請展延 或是提出新的試運轉計畫 自救會表示 將堅守到同意設置文件依法失效 在一年內試運轉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許可證就自動消失 再守有至九個月的時間 再苦也是再等九個月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與陰性箱 都生後開始計費 截至截稿為止 昆芸公司尚未做出回憶 自救會表示 同意設置文件在九月十三號失效 鄉親已經不再相信 昆芸和縣府的說法 堅持要等到真的被廢罩 才算真正保重家園 記得您健身 彭煥群 苗栗報導